對於慢的球要跟進來 確實要趕快有很好的適應能力 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高發 完全展現了他的出放速度 李克偉在第二次的打擊 那是從帆夢承的手中 敲出了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一出去之後攻戰勝一來 全球的握球方式 這球稍微高了一點 李克偉這個球朝著投手的方向打了回去 而且球棒跟球撞擊的力量 有產生出來